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场关于李玉刚和周深反串的辩论 到底谁唱的好谁更有天赋 接下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李玉刚从一个酒吧跑场歌手到登上央视春晚 靠的是实力和唱功 也是时代的机遇造就了他绚丽多彩的人生 还有反串第一名的称号 他把反串艺术与中国的传统艺术唱到了国际舞台上 并赢得了国际声誉 其实在李玉刚之前 有很多男孩伴女人唱反串 只是时事造就了英雄 李玉刚在星际大道的舞台上相遇 这给了他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的反串天赋 他把反串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李玉刚的出现改变了大家对反串艺术的偏见 融合了大家喜欢的流行元素 让人更容易记住 有网友说李玉刚唱得好 大家都知道 李玉刚2006年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 一首女儿情 扮相抚媚娇羞 嗓音圆润 收发有度 震撼了全场 赢得评委和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悄悄问圣森 女儿美不美 一首新贵妃醉酒 声线很柔和片中 女生特别高亢圆滑 现代与京剧的完美结合 更是征服了许多观众 大家也说周深反串的也很好听 2014年21岁的周深 留着短短的寸头 穿着一件朴素的白短袖 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笑容质朴又腼腆 一首欢颜 开口便惊艳四座 让纳英杨坤 齐琴三位导师转身 发现那个空灵绝美的音色 竟然是来自这样一个 身材瘦小的男生 尤其是反串贝加尔湖畔 还获得了中国好声音 年度金曲奖 那穿云绕月般的嗓音 让观众掌声雷鸣 唱腔空灵成澈 似鸟鸣鱼剑 似烟似云似星 仿佛淡淡渺的星云 在月亮中穿行 周深用天生独有的原唱唱法 唱出了女生优美和动听的声线 有朋友认为 李玉刚的歌很华丽 也有朋友认为 周深的歌很自然 他们两个谁最有反串天赋 还是交给大家来评论吧 周深是自从出道以来 就一直在刷新我的三观 但与海棠中的空灵感 LEGO中的震撼感 还有这次偶然间又听了他的舞台 感觉真的像是 演了一个音乐剧 不同风格的舞台都能驾驭的很好 氛围感十足 很难想象能唱出这些 都是由一个外表看起来 很可爱的男孩子唱的 最近又看了他在创四的表现 真的是再次颠覆对他的全部认识 可以说是被唱歌耽误的段子手了 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周深的五官颜值吧 我们先来说一下他的脸型 周深的脸型比较圆润 太阳穴饱满 圆圆的下巴 这让他就算是下额角位置适中 脸上没有多余的坠肉 也看起来脸上圆圆的 颧骨留白适中 让他的三屏无颜比例 看起来合适 整体看上去比较和谐 但是他的颧骨高 眉骨不是很高 额头显得有一些扁扁的 有了厚重的刘海加持 让周深的额头不够立体 和颧骨高的问题稍有缓解 让他的脸型看起来流畅很多 我们再来聊一下他的五官 周深的眼睛属于细长的杏眼 眼角比较圆润 单眼皮再加上肿泡明显 让他的眼睛看上去就比较小了 但是眼角的顿感 会让周深有一种可爱的感觉 看起来很呆萌 眼尾微微下垂 加深了他眼睛给人的无辜感 周深的鼻子比较高 鼻长适中 但是由于鼻肌底凹陷有些明显 还有法令纹比较明显 加上鼻翼真的有些宽 这样的鼻部就会显得 面部有些扁平 不是很立体 还会比较显老 周深的嘴巴是薄唇 笑的时候上唇皱于一条直线 配合他略弯的下唇 看起来就像猫一样非常治愈 这样的颜值在娱乐圈里 其实算不上很优秀 但是感觉真正喜欢他的人 从来不仅仅是因为颜值而喜欢他的吧 而是被周深超强的唱功 优美的声线 还有耿直的性格所深深吸引的吧 这辆多才多艺的周深 你们还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